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包括第一步 前期准备 第二步 辨识与分析你所评价项目的或者是场所的危险有害因素 第三步 划分评价单元 第四步 定性定量的去评价 评价完以后 我们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然后做出安全评价结论 最后 我们编制一个安全评价报告 如我们图3-1所识 我们来看一下 你前期准备完以后 然后辨识分析有危险害因素 然后划分评价单元 然后定性定量的分析 然后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做出安全评价结论 最终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这是安全评价的一个步骤和程序 好吧 了解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 依据安全评价的结果 我们要编制相应的安全评价报告 那么这个安全评价报告 是我们安全评价过程的具体体现 和概括性的一个总结 是评价对象完善自身安全管理 然后应用安全技术等方面的 重要参考资料 是由第三方出具的技术性的 技术性的咨询文件 可为我们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 对评价对象的安全行为 进行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 规范的符合性判别所用 是评价对象 实现安全运行的技术指导文件 好吧 技术指导文件 然后看知识点二 我们安全评价的内容 这个安全评价的内容啊 它包括高度概括性的评价结果 对吧 主要是我们要看你这个 所评价项目的评价结果呢 这是主要的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给出评价对象 在评价时 与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的符合性的结论 是否符合我们这些 安法所规定的 给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和严重程度的预测性结论 以及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 它的安全状态等 好吧 这是整个安全评价内容 那我们来看 具体把三种不同的 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 安全预评价的内容 第一个 你前期准备工作 包括什么呢 你要明确评价对象和评价范围 然后组建这个评价组 收集国内外相关的 法律标准行政规章规范 然后收集并分析 这个评价对象 它的基础资料 事故 案例 对类似的 对吧 对这个类比工程 进行实地调查 第二个 辨识和分析 评价对象 它可能存在的 各种危险有害因素 来分析这个 危险有害因素 它发生作用的途径 以及它的变化规律 第三个 评价单元的划分 应该要考虑 预评价的特点 因为我们这里边 这会儿讲的什么呢 是安全预评价它的内容 以自然条件 基本公益条件 微信和有害因素 分布 以及状况 便于实施 评价 为这个原则进行 好吧 你在划分评价单元的时候 要考虑这些特点 然后第四个 根据评价的目的 要求和评价对象的特点 公益功能 或者是活动分布 选择科学合理 运用 适用的 定性定量的 评价 评价方法 对吧 对这个危险有害因素 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及其严重程度 来进行评价 对于不同的评价单元 可以根据评价的需要 和单元特征 来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 第五个 为了保障我们评价对象 建成或实施后 它依然能安全运行 应该从评价对象的 总图布置 功能分布 工艺流程 设施 设备 装置 等这些方面 提出安全技术 对策措施 从评价对象的 组织机构 设置 人员管理 物料管理 应急救援管理 等这些我们 具体化的这些场所 或者这些内容 提出安全管理 对策措施 然后提出 其他的安全对策措施 然后第六个 概括性的 评价结果 给出评价对象 你在评价的条件时下 与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 标准 行政规章 规范 是否符合的 做出一个结论 然后给出 危险有害因素 它可能会引发 各类事故的可能性 或者是 一旦这些事故发生了 它的严重程度 有多大 这种预测性的结论 明确 评价对象 建成 或者是实施后 能否安全运行的结论 这是整个安全预评价 它的内容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安全验收评价 它的内容 安全验收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 危险有害因素的 辨识和分析 然后符合性的评价 和危险 危害程度的评价 安全对策 措施建议 安全验收评价 也论等 这个内容 跟预评价 差的不多 只不过是什么呢 它是验收的 那么你就要做验收的 它是预评价的 你要做预评价的结论 好吧 这里边不一样 然后来看 安全验收评价 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评价对象前期 前期的时候 你要 参考什么样的资料呢 要参考 安全预评价 它所做的这个结论 以及可惜 研究报告 以及我们初步设计中 安全卫生 专片等 这些资料 对安全生产 保障 等内容的 实施情况 和相关 对策措施 建议的 落实情况 看到没有 验收的时候 就要 对这些 法律 法律 所规定的 或者说 我们 在预评价 做完以后 你所 遵循的 这些情况 你到底落实了 没有 然后评价对象的安全对策措施的具体设计 安装 施工情况 有效 保障程度 评价对象的安全对策措施呀 你在这个四投产中的合理有效性和安全措施的实际运行情况 评价对象的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的建立 以实际开展和演练的有效性 第一个 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什么呢 明确评价对象 以及它的评价范围 组件评价主 和预评价是一样的 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行政规章 都都是一样的 好吧 然后 安全预评价报告 你看到没有 你在做安全验试的评价的时候 你要以前面做的安全预评价报告 要作为一个基础 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 工程建立报告 工业元期规划的设计文件 各项的安全设施 设备 装置检测报告和交工报告 现场的一些 勘查记录 检测记录 查验特种设备使用 特种作业和从业等许可证件 典型的事故案例 以及事故用级预案 及演练报告 安全管理制度的台帐 各级各类从业人员 安全培训 落实情况 等实际调查 你收到的这些基础资料 就了解一下 都需要收什么样的基础资料 第二个 参考安全预评价报告 根据周边的环境 平面或者立面的布局 生产工艺流程 辅助生产设施 公用工程 作业环境 场所特点 或者是供应的分布 分析并列出 危险有害因素 及其存在的部位 和重大微信源的 分布监控情况 第三步 划分评价单元 应该符合科学合理的原则 评价单元的 划分 应该能够保证 安全验收评价的顺利实施 第四个 根据建设项目 或者是工业园区 你建设的实际情况 我们来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 同时要进行 符合性的评价 以及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及其他的严重程度的预测 进行符合性评价 以及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以及他的严重程度的预测 第五个 根据评价结果 提出安全对策 措施建议 然后第六个 我们讲安全验收评价 这个结论 它应该包括什么 这里面 考试的时候会出选择题 问你 下列属于安全验收评价 结论的是哪一个 或者是包括什么 第一个 你首先要做一个 符合性评价的综合结果 是符合 是否能够验收 还是不能验收 这就是符合性 好吧 讲到这里的话 给同学们讲一下 这里面 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现这个符合性 有些同学可能不理解 什么叫符合性呢 就是说 你到底是符合还是不符合 对吧 拿这个验收评价来做 据例子 你到底能否验收 是能验收 还是不能验收 你给我注明 能验收就验收 不能验收 就重新改 整改 好了 这就是符合性的 评价对象运行后 它存在着危险有害因素 以及危险危害程度 明确要给出评价对象 明确给出评价对象 它是否具备安全验收的条件 对达不到安全验收 要求的评价对象 要明确提出 整改措施建议 那么来看第三个 安全现状评价的内容 安全现状评价 针对生产经营活动 区域运行管理 它的安全风险状况 它的安全管理状况 进行安全评价 好吧 同样注意了 我的课件当中 用黄颜色标注的 一定把它当作是重点 好吧 一定要着重的留意一下 然后辨识于分析 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预测发生事故 或者是造成职业危害的 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从而提出相应的安全措施 那么安全现状评价 可以针对一个 完整的独立系统区域 也可以是针对 特定或局部的生产方式 在第一节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对吧 这个生产工艺 或者是生产装置 或者是某一场所进行 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 这个了解 好吧 了解给大家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安全评价 它到底是 什么样的内涵 好吧 辅助大家理解 第一个 全面收集这个 评价所需的信息资料 采用合适的安全评价方法 进行危险有害因素的 识别和分析 给出安全评价 所需的数据资料 第二个 对于可能造成 重大后果的 重大事故后果的 危险有害因素 特别是事故隐患 尤其是事故隐患 好吧 事故隐患 采用这个合适的安全评价方法 进行定性定量的安全评价 确定这个危险有害因素 它导致事故的可能性 和严重程度 那么第三个 对于辨识出的危险人员啊 要按照危险性来进行排序 按照可接受风险标准 来确定 可接受的风险 和不可接受的 对吧 我们有一个标准 你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你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是 不可以接受的 对于辨识出的事故隐患 要根据其事故的危险性 一定要整改 并且确定一个整改的优先顺序 我们讲啊 隐患 一定是发现后 一定是要给它排库掉的 一定要整改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的话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风险是不能够实行 闭环管理的 那个隐患 它一定是得 闭环管理 好吧 第四个 对于不可接受风险 和一些事故隐患啊 我们要提出整改措施 为了安全生产 我们提出安全管理的 对准措施 好吧 对于这些你不可接受的 一定要管理到位 对于这些隐患 一定要处理掉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二节 安全评价 它的程序 以及这个常用的这三类的 预评价 应收评价 天空评价 它的主要内容 好吧 还是那一句话 以我这个黄延盛标注的字体 为考试重点 把那些都了解了 考试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没有什么问题 你理解了 我们管理这门课程 什么叫管理 管理是我们人类 历史强和这么多年 它逐渐沉浸积累的一个精华 一个结晶 所以说管理 在短期内是不能够被别人改变 就像我们公理定理一样 是已经被认证的了 所以说你理解 只要你理解了 知道它的内涵了 那么考试不管再怎么出体 换汤不换药 你照样能够做对 好吧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 今天到这结束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